一名86岁的女性长者之前被民众发现 打着赤脚在玉里镇上徘徊 那么长者是忘记回家的路 不知所措的在路边喃喃自语 那么玉里派出所警员看见马上来处理 那么交谈的过程当中 发现长者疑似患有失智症 那么先是带回去派出所休息 也透过永昌的里长顺利联络到儿子 平安的帮他带他回家 一名86岁的女性长者之前被上期民众发现 打着赤脚在玉里镇的永昌里 庄静路上徘徊 长者忘记回家的路不知所措的在路边 明难自语 玉里派出所远景立即前往处理 交谈的过程当中发现长者疑似患有失智症 先带回派出所休息 并且也透过永昌里长顺利联络到儿子平安的回家 分区长陈伟文说 失智长者迷途 传统的作法多为是老师动众 到处张贴海报 广播或者是请民众帮忙指认 除了成效布章之外 也浪费宝贵时间 无法及时联络到家属 也提醒家属应该要为家中失智 长者佩戴防走失的手链 记载年级资料以及联络的方式 以防走失的时候可以及时联络 也尽一尽可能不要让长者独自一人外出 以免发生危险 记者高松双预警阵采访报道 先记者高松双预警阵采访报道 符号